我天天有道道 爱吃辣条 有万种的委屈 就来一包 它价格地价味道好 只卖五毛钱一包 告诉路上我爱草表 豆豆 豆豆 屁股变得疼不疼 我的辣条 空空 那一车辣条 可是 我的全部积蓄 想想就干的 豆豆 放心 我明天就叫救援公司 辣条啊 一包不少 去吧 小拖车 钞票钞票快快来 车上的辣条 你们一包也不能碰 空空 我们可是诚实正直 表里如意的老实人啊 好好好 谢谢你们 帮我们把车拖回来啊 啊 别整虚的 等会儿 记得把账结了 这是应该的 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 吃个饭再走吧 哎呀 这是遇上好人呀 账单 这么快 不愿是诚实正直的人啊 这速度 喘喘的 啊 十二万 空空 拖一次车就要十二万 比我的一辣条还贵 想懵人的吧 豆豆 我刚才问他们 他们可不承认呢 空空 所以一定要有证据 用干货打他脸 证据 啊 对啊 豆豆 对付这种渣渣 就得打他脸 啊 说得好像很有道 嘿 看我用空空的好塞雷 对他们 姐姐 哎 去叫我熊儿 我们是斯文人 等会儿多对他两下 嘿嘿 主任 九元公司 谋取不正当利益 欺诈百姓 李勇们不在事故现场 故意出天价托车费 哼 这事儿你知不知道 啊 哼 这叫市场经济啊 没有行业标准 收费情况 要看具体现场情况 有难有益 这碰到难的吗 这十二万不算多呀 我这可有现场监控录像 里面可没有收费单上列的 两百吨的吊车 哼 救援人员 也没有几十个 哼 跟我爸爸傻心眼呢 哼 信不信 信不信我修他 哼 这个 好像是电脑出错 重复计费 弄错了 弄错了 蒙逼了吧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美心 坑老百姓的钱 哎呀 你说你 不怕晚上睡不着觉啊 啊 没良心呢 一封之音的粉丝们 以后再碰到 各种天价 一定要敢于 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收集证据 打击这些外风邪气 建设 和谐社会 等等 我顶你 那个看视频的到现在 还没有扫咱们的二维码 关注一封之音啊 哦 蓉儿你别担心 也许大家都在忙着吃辣条 一会儿就该扫了 嗯 那 身边有手机的呢 就赶快扫一下我们的二维码吧 手机观看呢 就在微信里搜索公众号 一封之音的全凭就能找到我们了 dddddd